8點14分的時候已經貪亂 我看監視器的畫面 從8點13分就覺得 他最後一面跟老師正面喔 兩個距離可能離不到 50公分的距離 那可能那個畫面已經是最後在跟老師求救了 結果老師跟他揮揮手 就走了就不理他了 結果他就貪亂趴下去 知道隔壁班的老師已經到8點19分了 才有經過在他旁邊 也離不到兩步的距離 但是他也是顧著他們自己班上的同學而已 根本沒有發現旁邊 或許已經躺一具屍體了你知道嗎 他連理都不理他 他們都覺得他已經睡著了 你老師看一下 你起碼幫他看一下 老師也知道應該盡量不要撤睡吧 你起碼幫他翻一下 搞不好他就有救了 結果他第一時間他也沒有幫他 他也沒有辦法遇到這個貴人 然後我就沒有人可以救他 華視主播林彥汝23日在臉書痛心發文 朋友姐姐的11個月大男嬰 以似遭近濕的口罩活活悶死的憾事 因而引發社會嘩然 男嬰父親受訪時悲痛透露 照護員至少有兩次機會能救孩子 但卻都因為疏忽 錯失了寶貴的救命機會 才導致寶寶因此死亡 直到昨天都已經沒有用了 連老婆也做了 台大醫院的主治醫師也覺得 他們也找不出名 超音波的主任就已經講說 他已經老婆都平掉了 已經是宣判老死了啦 那就看你們家長怎麼樣 怎麼處理會能不能把他接受 因為任何的急救對他來講都沒用 他已經老死了 他老婆都平掉了 我跟媽媽講就是 我們我自己的阿姨也是說 把管讓他走了 不要再折磨他了 醫生也是這麼講 因為他他幫他電擊 幫他幹嘛 他的腳都已經雨雪發止了 他也會壞死 然後他媽就不想 他就想要等奇蹟嘛 結果也等不到 直到台北市的社會局的人 跟我們這個報警這邊 昌平邁出所的員警聯絡之後 他們說問他們的意見怎麼樣 他們說他們會以過世致死 就是提出告訴 他們會提 對 我老婆就聽到說奇怪 為什麼他就是堅持要提就對了 那我們就覺得 我們在這邊等也等不到奇蹟了 我們要趕快回去看監視器 其實我一回來看監視器 就整個都明白了 我只要 第一天如果有監視看監視器 我連拍他都不用送了 他才八點 八點十四分的時候已經貪亂 我我我看監視器的畫面 從八點十三分就覺得 他最後裡面跟老師正面喔 兩個距離可能離不到 五十公分的距離 那可能那個畫面已經是最後在跟老師求救了 結果老師跟他揮揮手就走了就不理他了 結果他就貪亂趴下去 知道 知道隔壁隔壁班的老師 已經到八點十九分了 才有經過在他旁邊 也離不到兩步的距離 但是他也是 顧著他們自己班上的同學而已 根本沒有發現旁邊 或許已經躺一具屍體了你知道嗎 他連理都不理他 他們都覺得他已經睡著了 但是那個監視器的畫面看起來 一個小朋友跪著的姿態喔 屁股翹起來跪著的姿態 頭整個 頭部整個是平的 趴在地上 有小朋友是這種睡姿的嗎 你老師看一下 你起碼幫他看一下 老師也知道 應該盡量不要撤睡吧 你起碼幫他翻一下 搞不好他就有救了 結果他第一時間他也沒有幫他 他也沒有辦法遇到這個貴人 然後我就沒有來可以救他 事發後 男嬰父母已對拖嬰中心張姓主任 林姓及陳姓兩名照顧員 提告過失致死 此外林彥汝昨天晚上再度發文透露 男嬰父母同一起捐 將男嬰的心臟移愛人間